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对其手背及吸窝进行刮杀 根据全西学区所反映出的情况 初步确定了老王腰椎病变发生的具体部位 再运用刮杀的方法 使血液中淤积的毒素以杀的形式排出体外 起到了活血化淤 舒筋通落的作用 二十分钟以后 初次刮杀的老王体验到了这种方法的神奇疗效 哎呀 青春多了 那个藤点还存在吗 哎 已经没有了 您平次体会刮杀 怎么样那个结果 我感觉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可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 您不治的是腰啊 除了刮腰以外 为什么还要刮手 刮这个吸窝呢 因为从那个生物拳击理论来看呢 这手 特别是手背 它是您整个脊柱的一个缩影 我这么说 您想能觉得比较抽象 咱们看那图你就明白了 手呢 是一个人的缩影 这个脊柱啊 就在这个手背上 正中线 对对 这个是颈椎 胸椎 腰椎 刚才我给您刮的时候呢 您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疼 正好就对应您的腰椎 腰椎有病 在手背上有反应 那么除了这个能治腰疼以外 这刮刷是不是还能治别的毛病 我们用刮刷的这种理论指导以后 我们就可以治疗很多的疾病 比如说像颈椎病啊 头疼啊 腰疼啊 腿疼啊 除了这些个骨关节的这些毛病以外 一些内脏的疾病通过刮刷的调理 也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我们说像感冒啊 肠胃的疾病啊 或者是心脏有些个症状 还有什么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啊 儿科呀 妇科呀 很多的疾病 我们都可以通过刮刷条理经络 刮刷治疗全体气区 这样能够使一些症状得到环节 有没有不能用刮刷的方法治疗的疾病呢 容易引起初学倾向的疾病 像血小感减少症啊 过敏性子癫啊 白血病啊 疾病绝对不能用刮刷来治 还有呢就是骨折的疾病 在说骨折没有完全痊愈之前 不能用刮刷治疗 还有一些像恶性肿瘤 肿瘤的局部绝对不能刮刷 还有像这个月经期的女性 妊娠妻怀孕的这些妇女 这腹部啊是绝对不能刮刷的 为什么用刮刷的方法 能治这么多疾病呢 刮刷它治疗疾病呢 不是直接插手去误病病 它增强你身体抵抗力 通过增强这些能力以后呢 人体的体质好了 这样很多的慢性病慢慢的好转了 即使没有什么病呢 体质增强以后呢 精力也充沛了 这就是刮刷呢 它能治疗很多病的原因 我看刮刷这个方法挺好的 又不吃药又不打针呢 对啊不是俗话说啊 吃药三分毒啊 那我们能不吃药就不吃药 能少吃药就少吃药 刮刷这个方法呢 不打针不吃药 就在皮股外边进行治疗 然后能调理脏腹啊 治疗一些骨关节的疾病 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而且它非常安全 它不穿透皮肤啊 它没有什么感染呢 或者是影响里边发生什么问题 没有这些个后顾之忧 另外呢 它操作比较简便 效果呢 还非常显著 刚才您过刮刷的时候啊 好像很涂了一种什么液体 对啊 这个是刮刷油 刮刷油 这个刮刷油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在同一个部位 这样多次的刮室 没有这个刮刷油的保护 皮肤就要刮害 你知道我们刮了这么长时间 出了这么多的纱 但是皮肤是完好无损的 就因为涂了刮刷油 这个刮刷油啊 看起来呢 好像油跟一般的油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把它打开 您闻一闻 气味不一样 这里面有中药 有种清香的中药味道 对啊 这里面啊 有活小化瘀的中药 清液解毒的中药 还有香菱这凍的中药 通过您的介绍啊 我对这个刮刷的兴趣 越来越浓了 那么我以后能不能 跟您学一学刮刷的 可以啊 完全能学会 这个刮刷呀 可不是医生的专利 没有一些基础知识的朋友 也能学会 先从哪入手啊 那咱们就先学习 刮刷的工具吧 刮刷是什么东西呢 你看咱们现在常用的呀 是这两种刮刷板 两种 一个是水牛角的 一个是一石的 这两种刮刷板呢 它都取材于中药 从中药来刮刷呢 对人体没有什么副作用 而且它不会贱电 这两个板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叫刮刷板梳 它这石板又是梳子 这个板的长边 和这个玉石板 这两个长边 作用是一样的 它可以刮我们身体 平坦的部位 这个梳子 梳尺 它就专门啊 是来刮头的 用刮头啊 有问题 我这样来刮一刮 这样来刮一刮 这个梳尺呢 它刮的时候呢 它对头呢 要有一定的压力 那么这个尺比较圆队 如果你的压力比较大 它也不会刮伤你头皮 这个一石刮刷砂板 和牛角刮刷砂板 这两个脚是一样的 这两个脚的性能很大 一个呢 我们可以用它来刮 身体凹旋的部位 平坦的地儿 我们用这个地儿 那凹旋呢 是个坑坑的地方 我们就要用这个甲来刮了 用这个甲来刮呢 对这个血泪啊 它能伺积到位 另外呢 这儿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那个头 你看我们今天要刮完手指 这就很方便 对啊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刮我们的脊椎 刚才我给您刮腰的时候 就用到它了 对对对 你看这两个脚 还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它对眼睛的保健呢 有好处 你看我给您试试 你看这两个脚呢 和对准眼睛 上下眼眶 正好来按揉中间的 这两个穴位 而且我要这样放的呢 正好我按揉 两个内眼角的穴位 我要这样做呢 重点的来按揉 一侧的穴位 这样吧 我看您这刮痧这么热心啊 就想学习 让我送您一套刮痧教材 好吧 好 东西都在这里边 就有刚才咱们说的 刮痧板啊 刮痧油啊 还有一本刮痧的教材 这告诉您什么病呢 应该刮什么部位啊 图文对照的 您回去先学一下 有什么问题 咱们一起探讨 好吗 太感谢了 专教授 谢谢 啊 刮痧板啊 掌握啊 绿度怎么掌握 这点不太清楚 您说的这特别重要 直接关系到刮痧的效果 学刮痧呀 你先学怎么拿板 正确的拿板方法是这样 把这刮痧板啊 横靠在手掌心 然后五个手指分过在两边 在刮的时候 朝着一个方向来进行刮饰 而且刮的时候呢 这个板和皮肤的表面 这个夹角 要小 一般呢 三十度啊 到六十度啊 平均差不多 四十五度 用的最多 还有一个就是 刮痧的压力 一共有三种 对三种的手法呢 都不一样 我来给你体会一下 其中有一种呢 是这样 刮的时候啊 刮痧比较小 速度呢 比较慢 这叫补法 补法 补法呢 平骨平泻 这个压力啊 适中 速度 都快 介乎前两者之间的那个速度和力度 一般的体质的人都用这种手法 您来刮衣服 我看 我看您这刮板啊 对不对 对 很好 这个姿势非常正确 用手掌心的力度向下压 好了 因为咱们没出刮痧油 所以可能刮的次数太多 这种刮法呢 是可以的 这叫保健刮痧 我甚至都可以隔着衣服刮 推动经过气血的运行 如果咱们要治病 一定要在这个被刮的部位 先涂上刮痧油 然后再刮 今天咱们学习头部的刮痧方法 先了解一下 头部啊 都有什么经脉 有什么地方 您看这个图 头顶有督脉和膀胱经 这个侧头部呢 一共两条经脉 有胆经和三交经 这后头部呢 也是督脉和督脉经 膀胱经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头部呢 除了经脉以外 还有这些区 你看 这个头顶 前头 发地这个部位 是从头 一直到下腹部 这样依照顺序排列的 这个头领部位呢 是从胸部 一直到下腹部 从前到后 这样排列出去 这是侧头部 是人体头身侧面的缩影 这是后头部 对应的后头部和脊柱 这是视觉神经中枢 最下边 是小脑的变影区 下面我们结合一个具体的定例 来教一下头部怎么刮痧 好啊 刮至头部呢 用这个水油脚的刮痧板 带收尺的这个部位 头部呢 有头发覆盖 所以咱们不吐刮痧油 刮热顺序呢 先刮侧头 再刮头顶 再刮后头 这样刮 这一种 用刮痧板的颠 接触 本刮的部位 这叫面刮法 要刮后呢 头皮 觉得发热 经脉通畅的 就达到效果了 差不多了 刮这个部位有感觉吗 头发热 头发热 这就达到效果了 现在咱们刮头顶部 这个部位啊 它面里比较大 一下子 刮完我们一般的分三部分 左边 中间 右边 可以从上向下刮 如果它的发型是向后梳的 我们也可以从前向后 这个很随意的 主要是把所有的部位都刮到 然后刮那边来比较 看看有没有痛点呢 每个部位疼得比较明显呢 找到不通畅经脉的地方 这是前头部曾刮完了 再刮后头部 刮到后头部的时候啊 也是分三部分来刮完 先刮左边 再刮中间 再刮右边 按顺起来 腰力最重要 按压力要渗透到头皮下边的肌肉部位 一边刮呢 一边寻找疼痛的地方 刮这边经常感觉有疼点吗 这边疼 还是这边 我们刮的时候呢 它始终觉得是左边疼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来推断 它呢就是平常可能有偏头疼 这个问题 来 老王你来报告 是 你觉得怎么样 它刮的感觉如何 按压力不够 那你还可一定要来大一点 好 现在我们来刮前膝血区 这个前膝血区的手法叫利刮法 这刮法呢 用这个脚来刮 你头皮呈90度垂直 前后摩擦 在很短的范围里 前后摩擦 压力比较大 你看它这儿现在已经红了 有点发红了 这个地方是头部的对应区 它本身就有头疼 对了 所以呢 在这反应 对对有反应了 这头部刮刹呢 就这样结束了 你觉得怎么样呢 感觉 头还疼不疼吗 不疼的 它有什么感觉 就挺轻松的 这个头 挺发热 而且好像眼睛也发亮似的 是吧 张大师 刚才您给他刮完刹以后啊 他那时候感到眼睛发亮了 刚才我们呢 刮了一个头部的那个眼睛 视觉神经中枢 跟他相对有全息血区 什么叫全息血区呢 全息就是全部信息的简称 上来我们在前四教学的时候 给你挖手了是吗 对 手上不是有腰吗 对对对 那就是呢 全息血区 好 因为我们每个局部器官都是人的缩影 你像什么耳朵呀 上有全身 中医看病吧 看舌头啊 脉象呢 都可以了解你全身的健康状况 哦 上头部的这个血液循环 对脑供血不足啊 神经衰弱呀 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而且呢 通过包治头部的这些经过血位 和全息血区 它可以间接的 对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 有一个调节作用 所以像一些神经衰弱呀 或者包血压呀 脑供血不足啊 偏瘫呢 这些朋友都可以经常的挂上 刮头部 这头可以天天刮吗 那什么时候挂最好呢 头部可以天天刮 嗯 天神保健的角度呢 最后每天刮一次 这样效果更好 它可以延缓呢 大老的衰老 那天当中 什么时间刮最好呢 可以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或者是中午的时候 或者是你感觉要工作 嗯 觉得太老非常疲劳 这个时候也可以挂杀 就是要记住一条呢 嗯 晚上睡觉之前不要挂 那为什么呢 嗯 因为一挂以后呢 脑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呢 这个很通畅 嗯 神经呢 很兴奋 这时候入睡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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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好采取坐着的姿势 你看让它骑在椅子盆上 这两个手操在这身体有一个支撑 这样有利于颈尖部肌肉的放松 然后我们在被刮的部位先涂上刮刹油 先刮中间后刮两边 今天怎么用玉石板没有牛角板呢 因为这个玉石板本身呢 它有一个压力 它分量重 刮斥起来效果更好 而且能更爽力 你看跟着它身体的情况 我们用什么手法啊 中间的那种 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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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它那种体质啊 抗瘦啊 就适合苹果苹果的手法 这个地方怎么红的那么厉害 这就是伤 你的感觉疼吗 稍微有点疼 稍微有点疼是吧 对 我发现你是不是觉得这不大 有这感觉吧 对 回来试试 你们只有刮板压下去才能感觉到哪里的呢 平顺哪里的光 感觉到了吧 对 这个是它队体啊 有毛病的这个部位 那我们接着在箱下刮 那咱们刮到什么程度就算好了呢 你看 现在刹是不是还在增多呀 嗯 是不是每一件都在有新的刹出现 是 你再看还有新的刹出现吗 嗯 现在还是像没了 没有了吧 嗯 像他这样体质比较好的人呢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嗯 来衡量啊 像这个不刮了 你再看看这地方的毛孔 哦 这地方毛孔特别的明显 张开了 如果体质比较弱的人 只要毛孔张开了 就可以不刮了 哦 不管输杀没输杀 都可以停止了 哦 这个部位啊 我们都刮完了 下面呢 我们再想想刮一刮 谁说是刮颈椎 那么刮的长度 一定要超过第七颈椎 嗯 这个有一个穴位 来你低下头 你看这最高吧 对对 这叫大龟穴 嗯 大龟穴 这个地方是第七颈椎的位置 我们刮过它就可以 嗯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刮 颈椎的两边 嗯 用这个角来刮 哦 刚才你是提个问题吗 我为什么要用浴石板呢 嗯 这也是 啊 为什么用浴石板的原因 你看我这手法 哦 我这样啊 这个两个角 同时压在 哦 两边 啊 两边的这个膀胱筋 看看你说的膀胱筋啊 都刮到了 对 这是疼吗 那里边 这有点疼吗 对对对 你看 它这两边都挺顺 嗯 这个位置呢 是 特别颈椎的位置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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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感激一下 他说抓这 这没问题 这地方 没问题 这地方很光滑 这地方租力好像挺大 你刚才 对 嗯 感觉到了吧 感觉到了 一般颈椎有毛病啊 或者有颈椎分身啊 花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 嗯 就是这类这类的 对 对 对 嗯 我们再看一下啊 你看啊 还有没有新的纱出现了 嗯 哎 你们刮这儿疼疼 不太疼 你看 这儿没疼的感觉 啊 刮起来也有平顺 好了 现在我就种一点花 有问题的这个地方 发现这儿有问题了 我觉得都刮起来 对 嗯 现在你刚才光的程度有点轻吗 好一点 好一点啊 随着这个沙的排出啊 它疼疼呢 就会越来越轻了 那是为什么呀 哎 因为经脉通胀啊 这个沙呀 就是阻塞在经脉里边的这些个病理产物 我们把它刮出来以后啊 经过去通 疼疼 把上去减轻 好了 你看 刮这么半天没有心 它拉出点这个部位好了 待会我们来刮这个部位 就是刮两侧 刚才你说的胆钉的那个位置啊 这是风池 嗯 我们用这刮板的脚来刮 这个叫脚刮法 做穴位啊 有很多这条所谓的作用 这个部位中间刮完以后 你看这个地方下来就凸伤了 我就可以刮这个颈部 从上向下 不要拉太长 就刮到颈根部就可以了 嗯 现在我们就 向肩部 不过你刮哪个部位啊 都是先涂上半山油 嗯 然后用刮板把油涂匀 肩部是从内向外刮 你看刮个这间啊 哎呦 教你方法 从风池 再刮这 再刮这个肩部 来 你看 说是风池 实际上是在风池蟹那刮一个面积 血管啊 我们的压力啊 尽管不要太大 按速度啊 能慢一点 你看 它这就要出刹了 嗯 嗯 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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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z coc 对 よ frame 皮肤和里面的血管有破的地方 那光沙出来的这个沙呀 实际上呢是体内呢 含有这个定理产物的血液 这个血液呢 从毛气血管里边渗漏出来的 它渗漏在皮肤的下边组织之间 皮肤并没有破 血管呢也没有断裂 所以你看刚刚刮板不刮的时候 马上就不出沙了 这颜色特别深 有的比较浅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血液里边 它含有这个定理产物的多少不一样 如果经过气血淤质的时间长 里边的这种代谢产物 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叫它毒素 当这个经脉气血运行不通胖的时候 这个气质血淤这个部位 淤质的时间长 血液的毒素多 杀的颜色就是 那如果时间短呢 淤质的不严重呢 杀的钱 如果再严重时间长了 它应该会有结结出现 实际上什么地方容易出沙呢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气血淤质的地方啊 或者是 西医讲啊 就是软组织有粘连的地方 那还有比如发炎 反冒啊 有细菌感染啊 病毒感染 发炎的这些部位 容易出沙 刚这个沙已出来以后 但是厂子排除了 肩脉风泡了 所以它这个症状呢 好像会好着 好 我会不会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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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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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还有呢 你看那个没有出沙的地方 像这些地方 黄孔孔张开了 对 不管出不出沙 黄孔张开了 都达到了治疗的所有 这部位挖完以后呢 我们来挖两边的那个杭光晶 来 这儿再出点八分钟 两指宽 我们讲过的两指宽 一寸半 它距离中间两指宽 你可以看看它的两个手指 是 有一个大概的宽度就可以了 因为咱们挖一下腰就不是特别的精确 对 这个部位呢 你不太好挖 我们用挖板的二分之一接触皮肤 老老 你来帮吧 好吧 你来体会一下 它的按压力要非常的大 好 因为它那个肌肉的弹性比较厚 嗯 也比较丰满 对 这还并非转胶骨 对对对 刮点针向下 请斜一点 对 这个角度呢 翘子再想一点 好 很好 你看你压力到位以后啊 它如果有伤很快就出来 你如果觉得这一边刮的可以了呢 我们就可以再向下刮 嗯 可以刮到这里 嗯 超过的 来我来把两个刮上 好了 我来查一查啊 那很平顺啊 嗯 这有什么接接 对对对对對对对érêt 而且这边的沙米那边还少 是吧 是 這就是啊 我们刮上半部的这个 LinkedIn 树光筋和东脉 嗯 下面呢我們介绍一下 背部呢 还有一个全膝血区 叫脊椎队友区 那这个脊椎队友区的范围怎么找呢 也就是刮这个相同水平段的 跟这个脏骨同水平段的 这个阶段内的督脉 还有甲脊穴 还有这个膀胱经 甚至更宽的范围 甲脊穴呢 就用这两个脚 来刮这个脊柱的两侧 这压力要比较大 这手啊 一定要扶着他的肩膀 因为你这么 这膀胱经刮的时候呢 跟我们刮经过的时候 那个膀胱经不大一样 刚才我告诉你 要用刮板的这个二分之一来刮 现在我们呢 是调整肺部脊柱两侧的肌肉 我们就把这整个刮了 都刮那儿 平的 我们调整个范围大一些 这边也没什么大问题 你想想要是女性呢 背部的前肩背着胸部 这是一个什么头领区 母房部 对 母房头领区 所以女性如果我们要刮一刮这个范围 对女性的常见病 同性增生啊 很有好处 哦 嗯 质量效果是很好的 就这样 这个 我们现在给它刮过前面 前胸部啊 对 那是吧 往下边咱们看个胸部怎么刮啊 胸部呢 一般呢 我们也先从中间 嗯 刮然后再向哪边刮 中间呢 是这样 从上向下 从下刮上油啊 这个部位啊 脂肪就少了 对 我们用这刮板的这个角 把大拇指放在这 嗯 从上向下 刮板倾斜的角度小一角 把它做个慢一点 啊 要不然它会疼痛的 胸部的两侧 嗯 都脱了 发发油 反正是有肋骨的地方 咱们说横着刮 沿着肋骨的走行 这样 从这里 向外 你看 正好顺着肋骨的方向 而且这个刮板啊 跟身体 这个肩脚 它得小 嗯 这样刮起来很舒服 啊 而这一部分刮完以后 我们再向下刮 这样 这个左侧呢 里面有心脏 所以如果心脏够好呢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可以多刮几下 刚才我们看了 它这儿 所以我们就 刮时间比较短 就可以了 这边呢 也是一样的操作方法 啊 好 往里挖挖这边 来 就这样的 这两边就成了啊 肩膀痛的人呢 这个地方啊 是一定要刮的 哦 你看这是不是 凹进去了 凹进去了 所以我们刮这个地方呢 用着刮板的脚 嗯 这样来刮 从上下下 这叫脚刮法 脚 稍 这个部位呢 它是凹劝的 所以我们刮的时候呢 要用脚刮法 用着刮板的脚 把拇指放在上面 如果要是肺部有炎症 气管有炎症 好了 这个上肺部和胸部的刮扎方法 就是这样 哦 蟹刮 一定就是蟹 不是刮 是不是一定就是骨 嗯 从原则上来讲是这样 无反呢 它推动经脉气血的运行 有这个骨氧的作用 那泄法呢 它可以排毒解毒啊 鲜血冰气啊 老板说的就是去火啊 解毒 它是有一种鲜血的作用 那从刮痧来讲呢 这就不是绝对的了 因为你看 刚才那个例子很明显啊 我们用这个手板轻的时候 或者用手板重的时候 当你刮的时间长的时候 吞子部位啊 慢慢慢慢 啥都会出来的 嗯 除了它本身 就是把这个经脉里面的一些 战蟹产物 把它宣泄出来了 嗯 刮痧的时候毛孔张开了 体内的病气 也会从体内通过毛孔宣泄出来 嗯 所以不管你是用骨的手法 还是蟹的手法 都能达到呢 宣泄病气这样的作用 所以这个骨啊 蟹啊 这是相对的 因此在刮痧来讲呢 它就有一个要求 嗯 每次刮痧 最好控制在三十分钟之内 嗯 不要让它呢 刮的度位过多 就是避免呢 宣泄病气 宣泄的过度 刮须部和上背部 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刮须部 您能不能系统给我讲一下 刮须上背部啊 和胸部 可以对心肺有保健和治疗作用 要是经常把这些部位呢 就可以增强心脏功能 啊 增强肺的功能 可以预防感冒 对于咳嗽啊 胸闷啊 气短啊 或者心脏凤血不足啊 都能够有改善的作用 咳嗽啊 咳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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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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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